记者许卓勋桃园报道,独派青年于228日朝奖届时林就破红期,引起社会哗然,桃园市大西慈虎奖中正林寝至今人封闭不对外开放,负责管理林寝的国防部后备司令对外表示,征德家属同意,最快6月底开放。 吴敦义今天率国民党中央党部人员到慈虎,叶玲,黄复兴党部和桃园市党部都动员参加,立法委员陈薛胜,大西区市议员杨朝伟纷纷对市府表示不满,质疑林寝早已整理,修缮完,却迟不开放,破坏地方传统,伤害地方观光,陈更空,拿家属一箭当党箭牌,真的非常荒谬。 针对慈虎及大西园区后续开放事宜,后被指挥部表示,市府规划慈虎及大西园区最快6月底延一开放,其余两小文化园区后慈虎通向公园停车场均维持开放。